我看你这衣服 好了好了 你是送的吧你 装什么柔弱呀 我可没碰你 怎么打起阁来了 你少说两句吧 可能是他说话太难听了吧 Lol 谢谢啊 我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你认错了 我 我认错了吗 我跟你说话圣诞 像你这种供应男人的方式 也太老套了吧 行了 娜娜 你别说了 不好意思啊 这位小姐 她只是性格有些冲动 她没有恶意的 希望你别放在心上啊 好的 陈小姐 请你准备上台了 好 我们过去吧 走了 走了 你给我等着 走吧 等着 我等着 亏我没出手 还不是为了维护心肌和平 当好气愤 周董答应了 我倒是还呢 下面 我们欢迎周董上台致辞 欢迎大家 大家在百忙之中 参与周年庆典 最近呢 公司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优质产品 并取得了不菲的收益 这与大家的努力 和在座各位同僚的支持 密不可分 台湖几顿彩妆线 每年都会推出一位 全新的代言人 下面 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的外甥女 陈孟飞女士 她即将成为新一届的代言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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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荣幸能获得这次机会 感谢董事会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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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齐 记不记得 你说个人我不要 闯祸来着 然后呢 我好像 闯了 如果我不小心 得罪了周董的外甥女 那她还会同意给你剥款吗 早 小齐 早 来啊 来啊 尝一尝柴姐新做的 可辣海盐家破 嘘 这 方总今天心情不好 你可千万别提科研布啊 可是我说的是 可了海盐布丁 科研布 左侦周董没同意 反正啊 你小心点吧 可千万别撞墙口上了 你不忍耐 有事吗 你今天心情不好 该不会是因为 昨天酒会上的事吧 凡助理告诉你了 周董还没答应呢 不会是因为我吧 工作上的事被拒绝 本来就是正常现象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想好怎么解决问题 你再怎么心情不好 再怎么后悔 也都是多余的 而且你也不用有心理压力 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你的错 我是老板 公司的一切 本来就应该由我来负责 好帅啊 没想到 这个方龙这么有担当啊 我还以为他又要开除你 虽然他已经不介意了 但是我有点过于不去了 你说那个陈梦菲 是周董的外甥女 那我得罪了他 外甥女的好朋友 那还是会对方龙有影响呢 这地球上的人根 是真的好复杂 人家说不是你的错 其实是想减轻你的压力 但没想到 你更有负罪感 对啊 怎么这样子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亲自去找周董说清楚吗 我也想啊 但是我去找了他两次 他都不在办公室里 难道 又有趣的家吗 不是不可以啊 嗯 帮我查下资料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这周董也太固执了 你就不能为了配得上我而努力一下吗 生怕水不涂假发片不带 你之前头发多了肉吗 结婚的时候也是光头 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哎呦 你要真是想当这个拴手掌柜啊 就别怪我拴手掌嘴 那个 就是 你竟然你竟然你去 穿吧你 你 出去 你 不是 干什么呀你 哎 周董 我 这个保洁费找里面那个钱 保洁费 你别理他 你进来吧 好 那 周董 那个 这 这个 哎 哦 我是今天的清洁工 工号是777 行 你忙你的吧 吸神器在这儿 谢谢 我太贴心了 怕我累 还给我跟拐杖 那个 周太太 好像有客人 谁啊 小峰总 你怎么来了 周太太你好 请问周董在吗 真不巧 你要走来五分钟 她还没死 没走呢 那请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要不先进来坐吧 我给她打个电话 好 请请请 你坐吧 我去给你冲杯咖啡 好 请坐 随便坐好 我 你怎么在这里 我